那邊還會擋到一點 這邊擋到 你要蹲下來 站定位接受訪問 直見一隻黑色小蟲蟲 停在市長耳朵一秒兩秒 完全沒有要走的意思 如同獨派人士 就是要把柯P視為標靶 拿著AK47連續激發 美台獨分子李茂璇 把柯文哲四年前的競選小物 當成標靶連續射擊 最後得意秀出三個大大彈孔 跨海引發爭議 昨天警察局長有在問我這個題目 還是一樣啦 整個社會要慢慢提升 我們要開始就是說 我們反對這種意識形態的這種仇恨 然後再引起一個暴力 不只在美獨派關注 柯文哲的影響力 國外媒體同樣很關心 斗大標題寫著白色旋風吹台灣 日本朝日新聞大篇幅刊登專訪 分析柯文哲是未來選總統熱門人選 並引用目前民調 一旦他參選2020支持度將勝過蔡總統 我也沒有準備 也沒有組織 也沒有什麼基金會 也沒有去募款 沒有做任何準備 所以我等一下提過來 什麼事都沒做 經過這四年 好像這個藍綠以外的 這個新興力量至少有 我們英文叫surprise 不只日媒報導 下禮拜彭博社也要來特地專訪 柯批旋風在台灣發酵 也在海外逐漸擴張 記者郭仙洋 陳文若 SNG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